但月下旬,万众瞩目的亚运会即将拉开帷幕,中国男兰此次派出红队参赛,红队主教练李南直到近期接受了国内媒体的采访,在被问到是否敲定了出征亚运会的12人大名单时,李南表示尚未敲定。 你算是打响不足一个月了,李南为何还在犹豫阵容呢?李南表示,现在的确报名了一个名单,但是那不是最终名单,在比赛开打之前,球队都可以更改那份名单,那只是个临时提交的名单。 在之前刚刚结束的2018男兰四国赛有热胜赛上,中国红队发挥出色,三战全胜,并且战胜了强大的欧锦赛亚军赛尔维亚队,外界一致看好红队此次出征亚运会夺冠。 因为从目前球队的状态,化学反应,默契程度来看,都达到了很理想的状态。 大李南犹豫,也是有原因的,四国赛的三场比赛,刚刚回国的两位NBA球员,周琪和丁业旅航,都高冠冕战台,一是因为两位都有伤战胜,还没恢复利索,二是李南处于球队战术和配合考虑,没有让两位大佬加入破坏现在的平衡。 三是两位美国训练归来,不能急于参加比赛,害怕重蹈周宇晨一样的覆辙。 所以,李南指导面对记者的谈问,回答说,小丁和周琪是南南新生力量的领军人物,非常希望他们能打架运会,给球迷们展现他们NBA级别的实力。 但是,出于保护球队和延续现在全队比赛感觉的角度出发,我们还未确定,他们是否会最终进入大名单,希望球迷理解。